朱立倫有收到了习近平的电报 但是这个电报 到底是对朱立倫的恭喜呢 还是朱立倫的催命福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国民党新任党魁由朱立倫胜出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6号上午 发出了贺电祝贺 强调过去一个时期 两党在坚持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的良性互动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更强调为台海谋取和平 为国家谋统一 随即朱立倫赴电中呢 先是批评民进党采取去中反中的政策 造成两岸形势的险峻 再提及到在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呢 是求同遵义 但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时 却刻意把求同遵义给删除了 引发关注 而贺电回韩日期并未 加上民国两个字也被绿委骂翻 直呼面对中共呢 马上让自己的中华民国消失不见 这就是朱立倫捍卫中华民国的方式 但是朱立倫办公室回应呢 这是遵循网令 对岸来文中并没有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我方不能接受的字据 因此呢 这正是一中个表的具体体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电报 我先帮大家简单讲一下 这是习近平的电报 这是朱立倫的回电 其实呢 朱立倫当选的时候 第一时间发电报的政党党主席 不是发电报送花恭喜的应该是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但是朱立倫没有回电给蔡英文 所以看来国民党跟民进党关系比较不好 跟共产党稍微好一点 习近平的电报里面呢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考试来讲 基本上这里面有两题考古题 两题新考题 考古题是什么呢 考古题就是这个 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这两题是考古题 这每一次都会提到的 新的考题是什么呢 台海情势月趋严峻 还有谋求国家统一 这两题是新的题目 他出了四题 两题考古题 两题全新的考题 看看朱立倫 朱同学你怎么回答 朱立倫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对考古题的部分 他完全照抄 他等于是 我不晓得当老师人 如果学生答案 考这个生论题 他是抄你的题目 你会给他几分 就把老师的题目抄下来 他抄的就是一样 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大家看到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但是他加了一个 他把两岸情势严峻这个责任 完全推给民进党 去中跟反中 然后对于谋求国家统一 朱立倫当然不会回答 但是他中了一个计 他说两岸人民同回炎黄子孙 其实中国的统战 常常在讲说两岸人民 血脉相连 血浓于水 所以宜翔你怎么来看 这个一来一往的电报攻防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把重点 划来这个中华民国这一块 但我看过去 我们其实有几个通讯来往 也是没有提到 这个中华民国 说国民党这一边 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重点 其实划来炎黄子孙这个用词 因为我觉得这非常特别 然后这其实也非常错误 那我的其实错误就是在于说 今天我们台湾其实 对不起不只汉人 包括还有原住民 包括还有新住民 他们就不是台湾人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用炎黄子孙这个用具 其实我觉得它主要彰显的就是国民党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 台湾今天已经是一个多元社会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能用过去的这种汉人文化 来去思考台湾的现况 况且是思考台湾的未来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朱一伦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惨败了 那惨败的为什么呢 就是我先讲英文其实有一个用 英文有一个用具叫Puric Victory 那Puric Victory就是古代在罗马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帝国去跟那个罗马共和国打仗 那后来打来打去 那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战争 那这关键战争其实那个王国是胜利的 他是赢了 但他赢的时候他果然发现 他的兵全部都死光了 他将军跑了朋友也不见了对不对 然后就后来长期来说还是罗马 这个共和国去赢了 所以这就Puric Victory 那其实我觉得跟今天我们在国民党看到这状况有点类似 就是说你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原本看到国民党的民调 最初期的民调是朱一伦大胜 朱一伦大胜 而且张亚中其实你看过去 在这个总统初选的时候 其实德的支持大概是低于4% 那今天他可以冲到三分之一 其实为什么嘛 就是代表的是说国民党第一个 他还是有这个国家认同的一个矛盾在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过去鸿修柱讨论的一中 对不对 然后对不起 马英九讨论的一中 鸿修柱讨论的一中 这个铜表 然后一直到这个张亚中的这个集统路线 其实每一次国民党要校正回归到这个 一中各表的正统路线的代价 相对是越变越高的 那所以其实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长期趋势 就是一个国家认同 包括你中华民国代表的是台湾 代表的是中国这个的一个混乱 这一个不清楚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国民党两岸论述的一个矛盾 那这矛盾是在哪里呢 第一点是说你看台湾的名义 台湾名义现在已经有高达七成的名义 是认为我就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喔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却在国民党的论述当中 你很少看到说 今天是强调你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这一块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习近平电报显然很清楚嘛 对不对 中国的目标就是统一嘛 他没有跟你求同存一 他没有跟你这些 耗一辈子 然后不达成政治结果嘛 对不对 他今天就是想要前往这个政治谈判 然后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那所以长期来说 他也不可能去通融你 像国民党的两岸路线 那你今天国民党两岸路线 如果你台湾名义不接受 对象也不接受的话 那你还剩下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场选举 虽然是很惨烈 但是没有解决到 国民党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那以翔我请教你 就是说你对美国政坛相对比 比较了解嘛 那这两天美国的政坛 或他们的智库 对于国民党这个新的党主席选举结果 有没有什么一些讨论跟分析 其实我觉得讨论的程度相对是比较低 那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朱一伦其实在美国 相对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对象 那朱一伦过去 其实也有去过美国 也有跟这些智库 这个学者见面 然后也聊到他的两岸 他的对美论述 我觉得大家对他来说 不是那么陌生 那当然相对张亚中 就很陌生 可是我觉得其实美国 可能会接下来看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就是你的防美规划 就为什么说防美呢 其实过去 其实在总统选举当中 国民党也是有防美的 也是有去跟美方 因为美方毕竟是 台湾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嘛 对不对 去传达我们的两岸路线 去传达我们的国际路线 那你今天新上任的一个党主席 虽然过去是疫情 那现在也是有疫情的因素 但是等疫情稍微缩缓之后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防美规划 甚至于在防美规划是排在 防中规划之前或之后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美方一些学者会看的一个指标 可是朱立伦昨天讲说 那个反萊柱公投要投同意票 那你觉得美国人 会不会在乎这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就是 又是另外一个矛盾嘛 就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说 这个莱猪这些议题 是从国民党执政就已经存在了 然后甚至于马英九 政府是有两度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时我个人是觉得很支持 因为这个马英九政府 其实展现这个政治高度 要解决长期两国的 一个贸易争议嘛 对不对 那确实后来就是 包括最近一次在2015年的时候 是由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去否决掉 去把它挡掉 所以是国民党 把自己国民党的一个 一个政策否决掉 那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到现在2021年 还在收拾的 就是这个美猪美牛议题 然后这个是也是 我再次强调 这是过去政府 我也不是说过去 就民进党国民党 但是这是过去政府 所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其实总统 蔡总统展现了政治高度 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让台美贸易 可以进一步发展 对不对 但是所以你今天 如果国民党出来 然后你也就是这个立场矛盾 那甚至于就是 你过去是支持向右反对 然后你给不出一个 就是基于这个科学证据的 一个反对理由 那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国民党现在接下来 要怎么处理敏感的国际问题呢 对没错 这个其实都是 朱立伦要面对的难题 其实这两天很多人在批评说 朱立伦这个回函里面 没有中华民国四个字 但说实在我不是很在乎 他有没有写中华民国四个字 我最在乎的一件是什么 110刮胡2021 我觉得这个叫做狗尾序雕 请问110是什么 是国民党的所在地的游地区号 还是台湾新地标 101的哥哥叫110大楼 还是朱立伦接到习近平电报 很兴奋 所以心跳110下 你要么你就不要写110 你就直接写2021 我反而觉得没什么 就因为其实 台湾很落后 就是我们还在用什么 所谓的中华民国纪元 至少我们的政府公文书 可是我们一般民间 我们大家都习惯用西元 因为跟世界接轨 你直接写2021 9月26我没什么意见 我觉得OK 我甚至还称赞国民党 有进步了 那你如果要写110的话 请问110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就干脆前面写中华民国 我觉得你朱立伦 就算写了中华民国 你觉得习近平就不看 这个电报吗 应该也还不至于 那你说好 这个你跟共产党有默契 他没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你也不写中华人民国 我觉得也OK 但是你就不要写110 你觉得习近平也没 他也是直接写2021 你就用2021来回答他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 凸显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或是国民党 你这个文稿的人也好 他们的心态就是想两面讨好 就是我常常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劈腿 不管是政治上或感情上 永远不会有好下场 你劈腿劈多了就会晕船 好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今天自由时报很有趣 他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习近平担任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后 国民党改选了六次主席 那每一次都有电报 除了江启臣除外 我刚刚讲过 那他把它整理出来 这个电报里面的用词跟重点 很有意思 看得出差别 2013年7月20日 马英九当选 当晚收到电报 重点是站在新的起点上 面对重要的机遇 这个没有提到 完全不提九二共识 2015年1月17号 也是当晚 这是朱立伦当选 他称他为先生 两岸同胞 对两岸的关系发展充满期待 他有提到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所以我说这考古题 对不对 再来看 2016年3月26号 洪秀柱当选 也是当晚就收到 这个称呼叫做您 他没有用女士 那他重点是 当前两岸关系 面临新的情势 也提到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再来2017年5月20号 也是当晚收到 吴敦义当选了 提到的是你 连您都没有了 变成你 重点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面临挑战 又提到坚持九二共识 跟反对台独 好 江启成没收到 朱立伦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 是不是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但是新的是 台海情势严峻 情势复杂严峻 为国家谋求统一 这个是新的 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都是考古题 所以 朗东你怎么看 习近平发这个电报里面 其实是有玄机的 对 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因为江启成 那个时候的话 在国民党刚经过大败 加上是说 习近平对于江启成 有非常多疑虑 所以是没有发 但是整个脉络上面来看 会发现是说 习近平对于 宏秀柱是最满意的 至少还称为您 然后到吴敦义这个时候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就没有对宏秀柱这样的一个信任 那到朱立伦这边的话 其实也算是在内容上 是老调重提 但是也显得是说 其实他很快的贺电就发了出来 表示说习近平跟朱立伦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默契跟联系 是确实的存在 朱立伦他背后跟中国之间的买办关系 是他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切割 选前一次去攻击说 张亚中不要去谈 然后说什么这个 他这个张亚中去谈的话 就是会去触筒 是红筒 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他现在就展现出来一个态度 以及习近平跟他这样的一个 朱立伦是完全一样 而且这个很奇怪 因为原本在习近平 还没发贺电之前 国民党有很多人风声传在说 希望习近平不要发 然后发了之后的话 好像是会被抹上什么红色的标签 可是发完之后 你会发现国民党又很开心的去回应 这个其实就是既期待又怕被伤害 很希望中国给国民党祝福 但是又不想要祝福的太明显 以免是说台湾民众会看穿 国民党亲中的一个手脚 这种扭扭捏捏的这个戏码 看着真的是非常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刚刚年黄哥其实讲得非常好 因为刚刚讲到110 这样的一个数字 很想讲那就是110 那就是民国 但民国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去讨好中国的一个筹码 它不是维持台湾主体性的象征 是讨好中国 为什么这样讲 你说完全不提 只写西元 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它会解读成说 哇 你是不是中华民国都不要 你是要彻彻底底 说要做台独吗 你是完全只有西元 中国会不开心 所以你不能够只写西元 对于国民党来讲 可是你又不能写中华民国 因为国这个字 会变成好像是有两国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最好你有提到这个110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 孙文纪念日 陆浩东纪念日 干嘛的 但是它跟国就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用这个方式来证明 是说国在国民党心中 很深的地方 有中华民国 可是那个是一个过去式 藉由这个过去式 以现在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做连结 促进两岸之间的统一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 你会看到说国民党 给习近平的回复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效忠的一个密码 然后里面又提到是说 都是因为民进党在搞乱这个关系 才让两岸关系不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荒谬 共机整天去扰台 是中国派战机 然后来台湾这边 去干扰我们这个和平 而不是说民进党说 我要反攻大陆 我就没事我就派战机 然后去你的中国领空上面乱 没有嘛 其实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 他讲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维持这样的一个 海海雷现状 那他其实一直保持着 一个比较中道的态度 是中国一直要得寸禁止 要往前进 那对于国民党在野党来讲 你要去监督执政党 这是天经地义 可是你监督的方式 你必须要从台湾 整体的利益跟角度去出发 就像是美国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在整个美国利益上面是一致的 他在整个抗中的角度上面来讲 然后进行一定的共识 可是台湾很奇怪 好像说你是在野党 你就要处处去那边扯后腿 什么东西跟你不一样 特别在中国这个事情的态度上面的话 我认为只要是任何一个 台湾的政党 你都必须要跟中国 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 而不是成为中国的一个传胜统 那这样的一个 国民党非常在乎贺电 这样的一个态度可以显示是说 国民党他其实变成 中国的一个代理人 他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但是他在地方选举上可能不明显 可是他很可能会在一些总统 立委国会的一个选举当中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获得多数民众的信任